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要看的这个 昨天讲到这个Solves 我们这个圣经工程的这个内文呢 在介绍诗篇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书 我们来看看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呢 已经知道诗篇是分五个部分的 Book 1,Book 2,Book 3 五个部分 五个部分里面他现在要讲的是 Solves 1跟2 第一首诗跟第二首诗 第一首诗跟第二首诗 它是一个介绍性质 对诗篇150首这些全部的一个介绍性质 而且Stand outside of the book 1 它基本上独立于 立于第一部分的外面 它不是属于第一个部分的里面 因为它的性质很特殊 它是一个introduction 它是一个介绍的情况 它在介绍诗篇 OK好 所以呢 它就讲说 因为它解释给你听 Because most of the poems in book 1 are linked to 因为大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诗 诗篇里面第一个部分呢 都是跟大卫王有关系 除了someone and two 除了第一首跟第二首诗 而这第一首跟第二首诗呢 没有提到什么人 它基本上就是介绍的性质 所以它并不是在介绍大卫王 跟这个第一部分一样 它不一样 它是which are anonymous anonymous这个字 我们上次学过 无名士 它讲的是无名士的东西 OK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开始 接下来往下讲 someone celebrates how blessed the person is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OK 所以someone这第一首诗呢 它在那里怎么样 celebrates 什么叫celebrate 老师是庆祝的 对 它基本上someone这第一首诗呢 诗篇的第一首诗 它是在那里庆祝 讲的是什么东西 how blessed the person is 就是这个人 可以如此得到祝福 OK 如此的有福 如果他做后面的事情的话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meditates on the Torah 指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如果默想这些妥拉经 也就所谓的摩西五经 一个人如果他仔细的研究 默想深思这个摩西五经的话 这个人呢可以是how blessed 何等的有福啊 所以第一首诗 它就是在庆祝 在欢庆 这个人如此之有福 它讲的就是这种事情 好 prayerfully reading it day and night prayerfully 这个字什么意思 它修饰的是reading 对不对 可见reading是阅读嘛 它肯定是一种阅读的方法 这种阅读的方法是prayerfully reading 所以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prayerfully 敬前 敬前 很虔诚的 叫prayerfully 前半段可以很容易猜得出来 prayer是祷告 对不对 prayerfully 这是一个副词 你读 要读得很敬前的话 而且读到什么程度 day and night 日夜 敬前的读 ok 所以一个人如果深思默想 这个摩西五经 而且日夜敬前的读 还要读 光读没有用 还有后半段 then obeying it obeying it是指什么 叫遵从 遵从他 遵守 遵守 对不对 所以首先一个人如果他深思默想 摩西五经 陀拉经 然后他日夜敬前的读 而且他要遵守他所读的东西 这个人是how blessed a person is 这个人是如此之有福啊 这个人肯定是有福的啦 ok 所以第一首诗就是在这里庆祝 讲这样的人有福啦 有福啦 ok 那做有三个条件 第一你要默想meditate 第二你要prayerfully reading 你要非常敬前的读 日夜读啊 第三个你要遵守 obeying it ok 这个没有问题了 now 现在就要讲这个 现在就要讲这个 the word Torah Torah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ok Torah这个字 simply 其实它很简单 它说 it simply means 它就简单的意思就是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and more specifically it ca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它就是一种教导 Torah本身就是一种教导 而且是more specifically 什么叫specifically 很具体 更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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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 这个你明天 什么 我们约好在什么什么地方 你这个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呢 在这个 我们约在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那么大 约在哪里见面呢 more specifically 我告诉你 就在北京大学的那个北字下面集合 这下不会跑乱了吧 对不对 你也不要跑到北京大学里面 不要跑到北京大学的门口的门房 不要跑到北京的后门去 specifically 非常具体 就是更仔细的说 就在北京大学的北字下面 那个地方 我在那里见你 specifically ok 好 更简单的说 It came to refer to 它是讲的有关于 它提到的是 是有关于 five books of Moses 摩西的五本书 五卷书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an the old testament 这个摩西的五卷书 大家知道是什么 就是旧约的开始的五本书 这下没有问题了 很简单了 所以拓拉经是什么 是摩西的五卷书 这五卷书是什么书呢 就是旧约的开始的五本 从创世纪开始 你数五本 这个就是他的摩西的五经 然后这个拓拉 托尔这个字主要就是告诉你 要教导你 而且更具体的说 他提到的就是摩西的五本书 也就是旧约开始的五本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Here actually 事实上 ok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ings in mind ok 这个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the word 这个word是指什么东西 Torah Yeah Torah ok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ings in mind ok 是两层的意义在你的心里面 ok 他其实是有两层的意义 both ok both meanings in mind 然后呢 which explains why it has five main parts ok 所以对应的这个五 你有没有看到五这个摩西的是五经 对吧 五本书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诗篇的开 也是分成五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ok 好 The book of Psalms is being offered as a new Torah 哦 现在知道了 这个诗篇这卷书 它的地位 is being offered 这个offer什么意思啊 被怎么样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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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 被别人提供出来 被别人说成是什么 New Torah 它是一本新的陀拉经 所以把诗篇跟陀拉经 放在一起比较 ok 所以你就知道诗篇的重要新闻 That will teach God's people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这件书是用来 后面是非常重要 这件诗是用来 teach 要教导 教导什么人 God's people 上帝的子民 这件书 诗篇是用来教导上帝的子民 什么东西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什么叫practice of prayer 就是祷告的 祷告的实践 祷告者的实践 ok 他是要教你怎么去实践 practice就是do的意思 怎么样去做祷告 而你这个祷告不是 礼拜一礼拜二初一十五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他是life long life long是什么东西 终生的 终生的 你一辈子都要用到的 基督徒一辈子都要用到的 所以终生都要用到的 这个怎么去做祷告 practice of prayer 实践这个祷告 做祷告 ok 什么时候要做这个呢 as they strive to strive to 谁知道什么叫strive to 努力 ok 他们努力 基督徒有个方向 他们努力去做什么呢 obey God's comments 努力的去遵从上帝的指示 上帝的命令 given in the first Torah ok first Torah指的是什么东西 first Torah first Torah 普拉金的第一卷书 first Torah 就是 first Torah 我们现在这个被认为是新 妥拉金 new Torah 对不对 所以 这些基督徒 他们很努力的遵从 上帝的命令 ok 然后呢 这个 new Torah 我们现在诗篇叫做新 妥拉金他主要就是教导 这些上帝的子民 你终生都要做的 都要实践的祷告 ok 因为你努力要遵从上帝的命令 是不是 在第一部妥拉金里面 所以我现在 在这里 我这个诗篇就是教导你 怎么样去 怎么样 practice of prayer 你去做你的祷告 实践你的祷告 在你一生之中都要做的 这个很重要 好 Psalms 2 前面已经讲完 Psalms 1了 对不对 Psalms 1的第一首诗 讲的是什么东西 很明白的告诉你 ok 它基本上就是跟 妥拉金是有相对应的 然后教导你 怎么去做祷告 那Psalm 2呢 是指第二首诗 我们现在 整个诗篇的第二首诗 是一个poetic reflection 什么叫poetic reflection 就是一个诗集的反思吧 ok poetic是一个形容词 对不对 诗的一种 一种反应 ok 一种反馈 ok poetic reflection 它反映什么事情呢 在 God's promise to King David ok ok 所以 基本上就是说 上帝对大卫王的应许 对这件事情 用诗的 诗作的方式 来反映回来 所以是一个reflection reflection这个字 一般是什么意思 反射 反射 比如说镜子的反射 还有呢 还有什么 反应 反思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说法 汉语可以叫什么 反思 是一种写作 诗的写作的方法的一种反思 反思放在什么事情上 是有关于上帝对于大卫王的应许 ok 那这个原始 你要有反思 就等于这个反到那个上面去的话 它原始的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是来自于 2 Samuel chapter 7 这个是什么 撒末尔记的下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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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one day 这个第七章里面有提到 撒末尔记的第七章里面有提 下的这个第七章有提到说 有一天 one day 不知道哪一天 有一天 Messianic king would come and establish God's kingdom over the world 这个里面有讲到说 有一天 弥赛亚大君王 他会来的 然后他会建立神的王国 建立在什么之上 over the world 再建立在整个世界之上 而且这个弥赛亚大君王会做什么事情呢 defeat evil 什么叫做defeat evil 就打败那些邪恶呢 defeat这个字表示是 有没有打 有没有打败 打败了 一定要打败 打败了这个邪恶 所以弥赛亚大君王 他是要来打败邪恶的 defeat evil 还要他要做一件事情 除了打败邪恶 还有rebellion amundations rebellion是什么 重建 rebellion是什么 背叛者 背叛 这些 所以他要打败两件事情 一个是邪恶 一个是背叛 OK 这都是人常犯的罪 这个太司空见怪了 evil and rebellion 这两个是来自哪里的 amundations 在万国之中 不是只有犹太人 OK 日本 中国 韩国 OK 各个民族中间 产生的这种 evil rebellion 他都要把他打败了 这就是弥赛亚大君王 来建立神的王国的 在世界上建立神的王国 他的目的所在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来把这个这一段的地方 我们再来读一下 我们自己读一下 就比较有感觉 我们昨天讲到这个 anonymous这个位置 我们从 Psalm 1 谁给我们读一下 好不好 我们读一下 好 Indra来 Indra给我们读一下 谢谢 Psal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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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5 Lin 5 Lidia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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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d Torah It simply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 Spec Specif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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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Ca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in The old Testament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And here Actually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ings In mind Which Explained Why It has Five Members Okay Very good 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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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ook Of Soms Lai To Nari 我还没看到在哪里 Oh Oh The book Of Soms The book Of Soms Is being Offered As a new Tora That Will Teach God's people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But they Strive To Obey God's Commands Given In the First Tora Very good Very good First Tora First Tora 就是 Mohi 的 那個 Wu Jing 对吧 我们再来 Linda 是不是 Linda 来 Okay Sams 2 Sams 2 Sams 2 Is a Poetic Reflection On God's Poetic To King David From 2 Samuel Chapter 7 That One Day A Messiah King Would Come And Establish God's Kingdom Over The World Defear Evil And Rebellion Among The Nations Very Good 所以我们知道弥赛亚 所以这整个诗篇一开始 Sams 2 第一节 第一个诗我们已经讲过 现在第二个诗 第二个诗呢就已经开始提到了弥赛亚大君王 这个弥赛亚大君王是很重要的 弥赛亚大君王他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他要做什么呢他在这里就提到了 他基本上这个所以你知道你读诗篇的人 应该要先有一个基础是至少先读旧约的 陀拉君也就是摩西五经 你先把摩西五经读完了之后你再来读这个诗篇 你会非常的容易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历史的背景做基础了 OK 好 所以Sams 2呢第二首诗它是一种诗的方式的一种反思 或者是可以说是一种反应 但是你的原始的起点是在哪里 是从Second Samuel OK 所以桑姆尔记的下的第七章里面讲到的 有关于有一天弥赛亚大君王要来的事情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诗篇的第二首诗里面所讲的 它是一个反思 讲的是神的应许对大卫的应许 这个呢是跟弥赛亚大君王有关系的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怎么读 哪个字 Messi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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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使的是那个弥赛亚大君王 Messianic Messianic 我都对吗 Messianic 它原来是Messiah Messiah Messianic Messiah Messiah 然后它现在是形容词Messianic Messianic King Messianic Messianic 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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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记就是Messiah大君王来 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首先他要在整个世界之上建立神的王国 第二个他要打败 打败什么东西呢 打败邪恶 打败这些背叛 各国的这些背叛 OK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个Summon开始 我们看看谁给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Glory来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这个从这个Summon这里开始 来 好 谢谢老师 Summon Summon Celebrated How blessed the person Is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Uh-huh Yeah Clearfully Reading it Day and night And then obey it Now the word Torah 等一下 好 黎明接着读下一句 Now the word Now the word Torah It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Specifically It ca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in the Old Testament Very good 好 再来我们请那个Esther来 Esther帮我们读一下 And here actually Thank you And here actual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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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actually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s in mind Which explains why it has five main parts OK 所以这个很关键 5 main parts 既然这个诗篇是新陀拉经 所以它也分成五个部分 这个五个部分呢 其实也是对应着我们的旧约的陀拉经 摩西五经的 这五卷书的 是有关系的 这中间是有关系的 OK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是谁 我们再请Joyce来 Joyce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The book of psal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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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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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offered as a new Torah that will teach God's people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as the strive to to obey Obey God's commands giving in the first Torah very good OK very good first 好 我们接下来再请这个是 Angel 是不是 Angel来 Angel Angel跟我们读一下 Yes Song 2 Song 2 Is a Pho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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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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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God On God's Permise To King David From 2 Signal Chapter 7 That One Day Mes Messi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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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 Would Come And Esta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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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s Kindom Over The World Defeat Defeat Evil Defeat Defeat Evil And Rebe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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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g the Lacons Yeah Nations Lacons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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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Jana Thank you 前面 Joyce来 Joyce帮我们读一下 Song 1 Joyce在吗 Yes Thank you Jim So How Bless How Bless The Person Is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Pray Prayerfully Reading It Day And Night And Then Obey It Thank You Jim Okay Thank You Okay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比较了解 还有哪一位 这另外一位 Lidia 来 Lidia 来 Now the word Torah Now the word Torah It's a simple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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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comes to Refere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in The Oly Tesmo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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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d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这个Old Testament 就是旧约的意思 旧约的意思 OK 然后请你把这个再给我读一下吧 这个就是这个具体 这个就上个节 Now the word Torah It simply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It came to Refere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an The Old Testament 这个是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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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中音在C上面 所以 Specifically Spec Specifically 注意听 Specif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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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Thank you 好 我们刚刚还有一个 Lidia 读过了吗 读过了 我们再来 And here Actually 这个000 Lidia Right And here Actually 是的 我刚才读过了 OK 好 OK 好 所以这一段 我们现在就了解到 就是诗篇很重要 它也分成五个部分 这五个部分刚好也是对应 我们原来的妥拉经 这个摩西的妥拉经的五卷 这个非常重要 好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OK 把我们这个视频呢 整个再听一下 看看我们觉得怎么样 OK 你们要从头听呢 还是从今天读的部分听 那是从头 从头听啊 OK好 那我们就从头听 大家注意听一下 The Book of Psalms It's a collection of 150 ancient Hebrew poems songs and prayers that come from all different periods in Israel's history Many of these poems are connected with King David 73 actually And he was known as a poet and a harp player 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uthors behind these poems There's the poems of Asaph are from the sons of Korah And some are from other worship leaders in the temple Even Solomon and Moses have their own poems And nearly one third of these are anonymous Now many of these poems came to be used By the choirs that sang in Israel's temple But the Book of Psalms is actually not a hymn book At some point in the period after Israel's exile to Babylon These ancient poem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And intentionally arranged into the Book of Psalms before us And it has a very unique design and message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notice unless you read it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now to see how the Book of Psalms is designed It's actually most helpful to start at the end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five poems of praise to the God of Israel And each one begins and ends with the word Hallelujah Which is Hebrew for a command to tell a group of people to praise Yah Which is short for the divine name Yahweh And now that's a really nice five-part arrangement And it looks like someone's giving us a conclusion here to the book So it invites the question Does the book have any other signs of intentional design? If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headings of the poems You'll notice that at five places your Bible translators have the heading Book one, book two, book three, four, and five at various points And that these divide the book into five large sections Now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final poem in each of those sections Have a very similar ending That looks like an editorial edition It reads something like May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be blessed forever and ever Amen and Amen So the book has a conclusion It has an internal organization into five main parts And so the natural place to go from here is now the beginning To look for an introduction And what do we find? Psalms one and two Which stand outside of book one Because most of the poems in book one are linked to David Except psalms one and two which are anonymous Psalm one celebrates how blessed the person is who meditates on the Torah Prayerfully reading it day and night and then obeying it Now the word Torah simply means teachi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it came to refer to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that beg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here actually the word seems to be used with both meanings in mind Which explains why it has five main parts The book of Psalms is being offered as a new Torah That will teach God's people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prayer As they strive to obey God's commands given in the first Torah Psalm two is a poetic reflection on God's promise to King David from second Samuel chapter seven That one day a messianic king would come and establish God's kingdom over the world Defeat evil and rebellion among the nations Now psalm two concludes by saying that all those who take refuge in the messianic king will be blessed Precisely the word used OK 我們停在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老師剛才對不起 那個celebrates 第一個就是慶祝的慶祝是吧 Celebrate Celebrate 好的 所謂的慶祝是怎麼解釋 Celebrate 就是比如說這種句型 哎呀什麼什麼人有福了 親信的人有福了 什麼什麼有福了 這樣子真是好啊 這種句子就叫celebrate 對 就是祝福的詩句 慶祝的這種詩句 哎呀這真是太棒了 神的愛真是太多了 太怎麼樣了 這種就是celebrate 哦 好好謝謝老師 這就叫做celebrate Yeah 所以你去看一下someone的第一首詩的時候 他就在教導你 就是說 OK 如果你好好的讀陀拉金的話 OK 好好的默想 他會教你日夜的讀 然後你要遵守他 哇 你就有福了 哦 謝謝老師 還陀拉的兩個行為 一個是教導 一個是摩西五經 好 哦 好的 沒有 還有其他的問題 哎 這個慶祝就是 做了這件事情以後很高興 然後就 這就是口頭上了 還是實際行動上也行啊 基本上我們現在讀的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在文字稿上的 他說這個經文到底是做什麼 OK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去看一下這個可能會對你們比較有幫助 OK 你去看一下 你們還記得第一首詩裡面講些什麼東西嗎 還記得嗎 有沒有人記得 不從惡人的經濟 不從惡人的經濟 不讓人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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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謝邁人的作為 為其愛的律法 律法 這人便為有福 好 我們把這個詩篇裡面的第一首詩給叫出來 來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 OK 我們看一下 這個 OK 他說 Bless OK 主要是講什麼樣的人有福了 OK So Blessed is 所以它是一種在歡慶 在慶祝這種口氣 OK Blessed is 什麼什麼樣的人有福了 這樣的人什麼人呢 OK 就是 他要什麼樣是有福呢 他要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佔罪人的道路 不做什麼什麼 這樣的人是有福了 Blessed is OK 這個人要這樣子 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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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 他就是有福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怎麼樣 你可能感覺到不到Celebrate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感覺不到Celebrate Blessed is Celebrate OK Celebrate的意思就是說 很高興 為某件事情很高興 OK 我們讀起來的時候 中國人很嚴肃 我們一看到 不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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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覺得就是怎麼樣 不可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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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們忘記了前面的 有福的人 Blessed is 他的英文的 你單純看英文的句型 他告訴你 這樣的人有福了 所以他是在替那個 有福的那個人 在Celebrate 哇 這樣的人真好 真有福 這樣的人 他不這樣做 不這樣做 你看他就有福了 但是如果你用中國人的方式來讀這首 這首詩的時候 你完全會抹滅掉那個有福的人 你專門看後面 不可以這樣做 不可以這樣做 好像校長在拍桌子一樣 不准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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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誤解了這首詩的意思 英文的句子是Blessed is Blessed is 凡是Blessed is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做的人 有福了 太好了 太棒了 就像我們在 這是一個讚美的這種意思 OK 他是在那裡讚嘆 在那裡慶祝 OK 就像你看到一個美女 哇 這個腿這麼長 哎呀太美了 臉蛋這麼漂亮 太棒了 哎呀你看他穿起衣服來 真有心 這個是在祝福 Blessed 所以他說Celebrate 所以中文的翻譯的時候 其實沒有把這個Blessed is 這個部分給翻出來 沒辦法透過不同的語言 你就掉了那個感受 其實這個重點是在Blessed is 這個後面這樣做的人 全部都是有福的人 他不從惡人的計謀 他不占罪人的道路 他也不什麼做這些 績效的人的作為 這樣的人 哎呀大大的有福了 所以是不是Celebrate Celebrate 對 可是我們中文的眼睛來看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是好像 校長拿個戒指在那裡打桌子 不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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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看到三個不 我們忘記看 Blessed 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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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ne who does not walk in steps with the wicked 所以 所以 要了解一下就是 沒有對錯的問題 只是 翻譯的不同 很容易讓你看不同的東西的角度 但是 所以在這裡 我們可以討論 就是說 他說Celebrate 你們就會有個Question Mark 這哪裡有Celebrate呢 因為我們要看 Blessed is OK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好 老師 這裡就有誇獎的意思啊 這個Celebrate 祝福啊 祝福啊 是不是 祝福啊 然後講好的事情啊 是不是 在講好的事情啊 所以他說 Someone should celebrate 就有道理了 對吧 好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老師 那個視頻 是不是讀的太快 他一點都不快啊 他就是正常英文的速度 是我們讀的太慢了 哎呀 覺得他讀的太快了 不是 他是正常的英文的語速 他是正常的速度 我們是把它放慢的 我們把它給解開來 這樣呢 剖析開來讀的 你可以拿到那個視頻 把它一句一句慢慢的放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告訴你 就是說 這就是一個你看電影的方式 你用這個看也可以 你拿一部電影來看也可以 但是你終究你的目標是 你要趕上它的速度 那我們用什麼來彌補這中間的距離呢 就是我跟你講的 我以前好像跟你們提過 你讀的時候先全部走一遍 全部都讀懂了 好你都知道這個故事是怎麼回事 講些什麼東西 大概都有概念了 然後呢 你就開始一個部分一個部分的吃下來 可能三分鐘三分鐘五分鐘五分鐘 兩分鐘兩分鐘也好 你接受不了 你說我現在兩分鐘也變大 兩分鐘可能他只講幾個字而已 幾個句子而已 一個句子可能都不到 然後你在那兩分鐘裡面反覆的讀 來回的讀 你可以跟讀 讀到什麼程度 讀到就是說 你片子播放的時候 你幾乎可以為他配音那種程度 他唸 我就可以馬上就幫他讀了 但是我讀的速度是跟他能夠貼合的 我就像一個配音員可以給他配音一樣 你就成功了 對 然後這個兩分鐘解決了 比如說或者是五分鐘解決了 然後你就跳下一個五分鐘 下一個五分鐘 下一個五分鐘 如果你可以用這種方式看完 不用看多 看三部電影以上 你的 你的 你的英文程度就相當不錯 用這種方式你可以學到好多東西 用這種方式你可以學到好多東西 是的 老師就是一句一句跟著他讀 對啊 就播放 你就學播放學 你不要給自己太多 一次給自己 兩分鐘就兩分鐘 三分鐘就三分鐘 五分鐘就五分鐘 看你能接受的程度 然後你就在那個三分鐘裡面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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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你要學他的語氣 學他的什麼東西 如果他這邊說 Celebrate 一定是高興的聲音 你也要高興的聲音 Celeb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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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學的時候也要學人家的聯讀 也要學人家 重音放在什麼地方 或怎麼樣去做 這樣子 那個 前面有一個姐妹 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提到一個問題說 怎麼樣去跟上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給你的建議是 你每天都來 建議你每天都來跟 OK 哪怕你一天只念一句都行 好的謝謝 對 你每天都來 然後呢 我去說 你每天都來 我先看這個東西 我先看這個東西 很可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